HELLO 回來了 我剛才手機超好吃的 它竟然顯示溫度過高 我上次 我上次看到溫度過高的顯示的時候 是我多年前去杜拜旅遊的時候 我那時候手機好像拿iPhone 8吧 然後我是第一次看到顯示溫度過高 就是因為那邊沙漠塞太熱了 它手機完全不能用 然後顯示溫度過高了 沒有想到我剛才手機不知道怎麼了 就顯示溫度過高 所以就突然被斷播了 謝謝麥克幫我分享 再見啦 那我們今天就播到9點吧 因為我剛才看其實差不多播6分鐘 那我們今天就是 一個完整的時間下播 就是播到9點 還請大家一樣先幫香香分享起來 開第二次發現人數比較多 那開完以後可以學習這個套路 先開一下一下 然後關鍵要再開 謝謝柏欣幫我分享 感謝嘛 感謝 謝謝佳欣幫我分享 感謝嘛 開播前幾件事情 已經跟大家分享一下 月限已經4月了 那我 第一件是希望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我的IG小號 因為我的大號呢 目前好像也有一點被限制的感覺 為了 為了 可以放更多福利罩又不被檢舉的狀況 所以我穿了一個小號 那剛剛 我剛剛在手機不能開播的時間 我有 上傳了一個小福利 你們可以去我的小帳號追蹤留言 就可以獲得這個小福利影片喔 那再來就是香香的一些 一些那個訂閱制啊 VIP啊 還請大家多支持一下 OnlyFans 最近也是有更新 更新非常火辣的下空影片 照片非常多 大家如果有訂閱的話 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這樣子 那 蝦皮 有少量的拙力跟一些惡手藝 如果你沒有喜歡的話 也可以下單 不然就已經太大水準 我太熱了嗎 我這個人散發熱能 所以手機接收到我的熱氣 它就顯示溫度過高了 好吧 這個 這個理由我稍稍可以接受 對 香 XIAING826 是我的心臟號 真不知道 我的心臟號 可以到我那個30日一點日 這支IG 上 我剛有PO了一個線動 你們可以過去追蹤一下 剛才追蹤起來 畢竟也香香不見 香香是很愛放福利給大家的 可是沒辦法最近 因為IG政策 不得不盡量多穿一點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 要放福利給大家 怎麼經濟我不懂 那就是 不懂的話 等一下就要好好聽啊 接觸幫我分享 好嗎 但是呢 雖然呢 我一直被那個社群平台也霸凌 就是我的 臉書也被ban了好幾個 然後IG更不用說 被ban了更多個 但是我的關LINE呢 是不會變的 所以請大家加報的LINE 已經放在自己留言啦 那我自己會去篩選 我覺得 我覺得做人要有原則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自己會去篩選 我想要交流跟聊天的人 比如說我覺得你很禮貌 很沒禮貌 然後你給我感覺很不舒服 不好意思 我就會封鎖你 所以 現在才創了一個LINE 因為我希望 真正 就是 希望可以篩選 我自己的 想要交流的對象 這個樣子 所以加我跟我聊天的話 也要記得禮貌 不禮貌的話 話題或問題 就不用問了 我自己是最不喜歡 有些人一訊息 我就說 夏琳我想問一個問題 可能會有點失禮 不曉得方不方便 天啊 你都覺得有點失禮了 那你幹嘛要問呢 如果今天有個朋友跟你說 阿小明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但是可能會有點冒犯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回答我 欸你既然都會覺得 可能會冒犯到人家的話 那人家為什麼要回答你這個冒犯的問題呢 對吧 對吧 身材好好的 因為我肉肉的 我才發現 因為我前幾天不是那個 3月28日有個選美嗎 然後 我發現我後來被公審耶 我的影片被放到爆料公社上 然後很多人就評論我的身材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就是 但是 可是底下留言還蠻兩級 因為很多人就是說 喔 這種身材才好啊 肉肉才是極品啊 有些人就說 哇這個腿好粗啊 腿褲啊 什麼的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啦 我自己是肉肉的 就是 有肉 所以才有肉 呵呵呵 但我自己對我自己的身材是 是 有自信的也很感謝 我媽咪生給我這樣的身材 你有自信你才會展現嘛 所以我才很喜歡放福利給大家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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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政策在 IG政策太嚴格 太容易被ban了 所以如果你們真想看好看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加入我的VIP 當作是 我為了你們的福利 與犧牲的11個IG長得好 的一點小小回饋啦 好啦 那我就直接進入今天的話題囉 身材很好 謝謝小兵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嘴巴甜 讓我聽得很開心 但是如果你們有幫我分享出去的話 我看到人數很多我會更開心喔 我看到人數很多我會更開心喔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對 沒錯 請分手 不是請分手 請分享 再來伸手要有福利 沒錯 我覺得做人互相很重要 離上往來嘛 你希望從我身上得到點什麼 你是不是要付出點什麼 那我的付出很簡單 就是動作所有資 幫我公開分享就好了 好嗎 好嗎 我很樂意發福利的 送福利的 來 來 今天主題要跟大家分享 這位女生的參考驚驚 今天有朋友還幫我分享給你們 有很多男孩子拿到追求女生失敗 其實就是不明白女孩子的心 不過有女孩子不曉得女生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女孩子最注重呢 其實女生就是感覺派 就是一個很感性的動物 對女生最注重的就是心動的感覺 跟足夠的安全感 其實都是感覺問題啦 所以在追女孩子呢 一定是需要一點技巧 而不是盲目的付出喔 追求女孩子其實也有非常多的禁忌 如果你犯了一個 可能就會全盤皆輸 所以為了找到自己的幸福 請多多注意以下這三大禁忌 注意這以下的書 請大家數值耳朵仔細的聽 就是如果你有遇到好的感情 學到一個好的老婆先淚住的話 勢必可以幫助你的人生 可以更加多彩多姿跟順遂 很多都說就是什麼 聽毛吹大乎不貴 但是這個毛要怎麼去找到這個毛了嗎 那學一點技巧也是很重要的啦 不知道大家認同 第一個 注意三三大禁忌 第一點 剛認識就表達心意 或許呢 你對一個女生一見重心 但是你真的不要再跟一個人 就是才剛認識就表達你的心意 說我好喜歡你好的什麼 這樣女生的角度會覺得說 你是一個不夠慎重的輕浮 甚至會覺得你就是一個 亂槍打扭的男的 很不靠譜 給不了人家的安全感 如果就算今天好像有一個女生 因此認識一見在寫 可是他就覺得說你都不夠了解 我就跟我告白 我們很快就在一起 那其實會變成以後的一個疙瘩 會讓這個女生變得很沒有安全感 剛剛恰恰的前言也講了 就是女生最注重的 就是心動的感覺跟安全感 那如果你在這麼快的時間 就跟一個女生告白 說實在 就算你們之後在一起 他的安全感呢 也不會很好 他只要每次跟你吵架 就會想到說 啊你當初已經是亂槍打鳥啦 你當初就是沒有生思熟慮啦 你當初就是不經常的事 他就跟我在一起啦 甚至他會覺得說 你很膚淺 你會對我一見鍾情 是不是就只是 你是個外貌協會啊 避免很多以後會產生的問題 的話呢 就算你真的對一個女生 天堂一見鍾情 這個人就是我心中的天使 請你隱藏自己的心意 你寧可就是 想辦法循序漸進的來 不要急 不要太快 不要讓人家覺得你的目的性很強 最後你真的順利跟他在一起 可能是好像幾個月半年 甚至一年以後的事情 但是呢你可以回來再跟他說 所以其實我當初見到的就是一見鍾情的 總比你真的在一見鍾情的當下直接說 我喜歡你 這樣來的好 了解嗎 了解嗎 首先呢 你要充分的去了解對方 按照對方喜歡的樣子去發展 這樣子兩個人互動才會產生感情嗎 其實很多感情呢 為什麼很多女生 習慣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為什麼很多人條件很好 但是往往就是交往那種條件不是很好 甚至渣男或是家暴男或是奇怪的那種男人 那是因為他們就是 他們承著 他們就是讓對方產生一個依賴一個習慣 就算我的理性知道說這個人不好 可是我已經對他產生依賴 我已經習慣順便有他 這時候這個女生就是很難的去跟這個人分手 就算明知道兩個人可能不適合 所以才有一句話叫做說 一個女生在真的喜歡你的時候 就是太過喜歡你的話 他自己是會騙自己 也根本不需要你去洗腦他 他會騙自己說 哇他一定是 嗯 替我著想所以才會這麼做吧 他一定是替我 他一定是覺得我會擔心才要刪去死吧 就是真的很多 愛情是盲目的 很多女生談起戀愛就會變得盲目 但是真的要讓一個女生抓到C步的話 一定是需要時間來清 太快 沒辦法 因為台語不是很好 硬要繞台語的感覺 吃快撞話 哇 我講的標準嗎 這樣講的標準嗎 你們聽著我在講出台語 Alan如果你想要有人理你的話 建議你可以幫我跟外分享 就會有很多人理你了 我也會理你 啊你沒有幫我分享的話 我就 等一下都不會理你了 謝謝洪瑋也要幫我分享 感謝 哇 第二點 太過在乎甚至有些偏執 有些人還是喜歡上一個女生 就算穿進的牛角尖一樣 別人進不去自己也出不來 這樣就有點偏執了 偏執固執了 要知道追求女孩子會遇到很多困難 有的時候不要逼太緊 比如說太過逼人 就覺得說人家好像24小時25小時 就要馬上描述你訊息 就不要給人家太過緊湊 太過固執 或是有點強迫症那種感覺 因為這就在很多女生的心裡 這是一個恐怖情人的徵兆 所以當你還沒有在一起 就給我這樣子 就覺得哇天啊 你好像是你的控制狂 好像控制欲有點強 戰友欲有點強 甚至有點偏 強迫症的一種小小種種的行為 我就會 內心會很害怕 甚至沒辦法跟你當朋友 我怕我哪一天 不想跟你當朋友 再把刀還砍我 什麼之類的 加上就是 就台灣的社會新聞一直都很多 你看甚至有 就是只是路邊停車的騎士 就變那種水滴殺人犯 還有之前那個什麼 政捷捷運殺人犯 就是其實大家還是會很怕這種事情 你看台灣就這麼小 可是類似這樣的新聞 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有 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有 所以有時候不要給人家有那種太over太過 就是事實的表達 但不要去造成那種騷擾的感覺 如果有些人不曉得什麼是騷擾的感覺 你輕易換位思考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 你不感謝的女生用同樣的方式對你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恐怖的那種感覺 那如果你有的話呢 代表你這樣的行為其實也會給對方造成大困擾喔 這件事是第一種標準 北中全都有可憐 那聽得懂就好啊 就算有可憐我就會聽得懂就好 第三 第三點 各種糾纏 就是男孩子要明白 就是追求既然有成功 所以一定要有失敗 所以沒有什麼是一定成功的事情 你今天做一件事情 反正就會代表 如果有絕對兩個結果 就是成功跟失敗嘛 就是 對 你今天健身了 你有沒有順利變成肌肉男 就是成功或失敗 這樣 誰也沒有義務必須要答應你的表白 所以在兩個人關係還沒有明良的時候 男孩子千萬不要切記 切記不要各種糾纏對方 因為在對方的眼裡呢 你如果在我心中沒有取得我的信任 或是我對你有一點情感 其實在我心中分量 就頂多都是個點頭之交 甚至是陌生人而已 追求女孩子呢 一定要給自己留一個底線 這樣才會讓你覺得 你有可告給對方一些適合空間 不要去各種遮採對方 讓對方感覺自己是有退路的 喜歡呢不一定要在一起 但一定要尊重對方的想法跟意見 慢慢培養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努力過了就好 擔心這件事情呢不要去強求 就是至少你有去努力過 但是失敗的話 其實你告訴自己 就是要提得起放得下 並不是說我今天跟誰表白 他就一定要答應我 那有這種事 那有這種事 那我今天跟你借錢 難道你完全不用考慮一下 就要借我錢嗎 對吧 真正的渣男太離譜了 對沒錯 我覺得那種 真的玩那種感情的渣 就是算是 也是渣啦 可是我覺得真正的渣男 就是那種 就是很嚴重的 甚至會危害到別人的生命危險的這種 會危險人家很可怕的這種 對 沒有人喜歡恐怖情人 其實很多女生恐怖情人也是很恐怖 因為像剛剛講的女生 女生是比較感性的 有時候在感性啊 情緒上來的時候 就不能理性的去判斷一件事情的對錯 這樣子 就像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華登初上 華登初上裡面的哈娜呢 她以前跟羅宇龍認識 就是因為她是誤殺人入獄 可是她殺人有她的原因跟理由 可是她最主要原因就是 她情緒在一個崩潰點 她忍不住了 然後就把那個 把一個人給殺了這個樣子 對 所以有時候女生 控不住自己情緒的時候 反而比很多男生恐怖情人還要可怕 就是都可怕 男生女生的恐怖情人都很可怕 那所以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都害她恐怖情人的話 你就不要讓對方覺得說 欸你有恐怖情人這個潛力 因為恐怖情人為什麼叫恐怖情人 就是我一開始沒有發現她很可怕 跟她在一起之後才發現 天啊好多事情好可怕好恐怖喔 可是 我已經跟她在一起了 已經不能輕易的分開了 這樣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以上三點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去在意 第一點就是 剛認識就表達心意 剛想講 會讓人家覺得你很幸福 你很不慎重 無法給對方一個安全感 再來就是第二點 太過再過甚至有點偏執 這種會讓人覺得有點 唯一恐怖情人的感覺 第三種各種糾纏 這種更不用說 就是恐怖情人的 再更加重一點的那種症狀 我真的就跟你們分享過一件事 就是我真的有曾經被粉絲跟蹤過 我覺得不能叫粉絲 我覺得那個就是叫恐怖的陌生人 這樣子而已 這件事讓我非常有 就是心理跟戒心 就是會真的讓我覺得蠻可怕 我也因此就是搬家了 這樣子 我自己有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所以我就會更覺得這是一個 我知道你是可能很欣賞我 很喜歡我 所以你想知道我的每一個行蹤 可是跟蹤這件事 真的會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並且很可怕 就是這個心意已經扭曲了 對方會連朋友都沒要好鈴鐺 甚至我會 你看甚至我會到處去講說 這個人就是會跟蹤人家 請大家去小心他 這樣子 你以為你是很喜歡一個人 但殊不知 你這樣的行為 造成人家困擾 人家也不希望 你去騷擾其他人 然後最後導致你的名聲變不好 那不就不好嗎 喜歡參加的這種機會 謝謝瑞文 謝謝 好啦 今天跟大家分享大概到這邊 我看一下時間 嗯 還有13分鐘 那我們就唱個歌好嗎 因為跟大家要聊的話題 差不多聊結束了 你們又想要點歌嗎 現有分享的人可以點歌 你們又想要點歌嗎 現有分享的人可以點歌 所以我們旁邊的感覺會更好的 現在要唱我都聽 還沒有要下線啦 嗨日香 超級無聊的 因為這世界上一樣 你一樣百樣的人 所以一個世界各樣都有 可是我們可以當一個有原則的人 跟那些你覺得不對的人說不 比如說 你不喜歡 抽菸的人 那你是不是要很明確的 就是 設下一件原則 就是不跟很喜歡抽菸的人做朋友 而不是別人抽菸 你雖然那些不喜歡 但是你還是去迎合了 還是去適應 還是去融入了 但是最後才說 你其實根本不喜歡這樣的環境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身邊的 朋友啊 環境啊 甚至 我們 當 網紅的 算算不好意思這樣說啦 因為畢竟現在 那個FBA流量沒有到以前那麼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自己去選擇 自己的粉絲是怎麼樣的 你可以去選擇 我覺得有原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你想要找環境本身 如果 如果你 如果你 如果你覺得你現在身邊的環境啊 各方面沒有很好的時候 有時候不是想 為什麼是別人這樣 而是想為什麼自己 不要乾脆換個圈子 換個環境 你為什麼自己沒有去選擇 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而不是什麼都沒做 然後嫌棄 我怎麼周遭生活啊 什麼朋友啊 都這麼懶啊 怎麼不好啊 這樣 小幸運喔 好啊 我也喜歡這首歌 那我放給你們聽 小幸運 大家晚上好啊 我想問你們一個小小問題 你們喜歡我長髮還是短髮 因為我其實之前有幾年都是留短髮 大概 就這邊 那最近是 已經開始 又把頭髮留長 你們喜歡我長髮還是短髮 這個問題會不會很跳通 對 沒有發覺你的聲音 任正 呼喚我姓名 對 不要對 行包選擇 對 不要對 你變了在這 那刻骨 銘心 為什麼 沒有發現 遇見了你 是生命 最後的事情 也許當時 夢著 淚下的孤寂 忙著追逐 天空中的流行 任理所當人的忘記 是誰風裡 雨裡一直默默守護 在原地 原來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運 原來我們和愛情 曾經靠到 這要兩套 哇 所以你們還是沒有正確的回答問題 就是 到底是長髮還是短髮 好 動靡 頂止 喔 喔 你 這 好 從超上下要抓麻煩 對啊 很難選 MARC真的非常謝謝你 陪伴我這麼久 是你給我運氣 讓我能做回我自己 也許都是忙的微笑唱法 終於唱法有一票了 目前在世界中有一票的投票 所以這個投票好像太不準了 人得很忘記 是西方的雨 若你一直默默修復在原地 原來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運 要來我們愛情 曾經靠到那麼近 要為我追趕世界的決定 要陪我同對於 一默默的聲音 一陣不閒的真心 與你相遇 好幸運 可我一生去 為你淚流滿面的權利 但願在風看不了 謝謝歐美 謝謝你 正能量的文字 欸 唱法兩票了耶 謝謝瑞文的誇獎 這首歌是我很喜歡的歌 有多幸運 不是不覺得這首歌好像也要十年了耶 我唱一下 那時候是那個我的少女時代 我那時候看到我的少女時代有看到哭 就是很好看的補品 這首2015年代表這首歌七年 天啊 七年好快喔 感覺這首歌對我來說還是個新歌 沒想到已經七年了 時間真的好快 天啊 時間好快喔 請大家珍惜身邊 眼前人 因為時間說咻就咻了 好啦 我們來唱一段 我是夏波哥 就準備了夏波哥啦 10你得卡死了 1 小花天破月道海邊 我覺得珍珠好不錯耶 這種田移山了解 對阿 我最近是覺得 就是 像今天我睡到很晚 可是我今天一整天都還是好想睡覺 我昨天去按摩 然後隨便按按就把我背後刮錯做沙 然後跟按摩師姐姐就跟我說 天啊你太累了嘛 然後昨天就這樣把按按按就殺刮錯 我今天整天就覺得很累 很想要就睡不飽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今天其實蠻多行程的 這個我就因為 我就因為就是睡 一直覺得自己睡不飽 然後一直賴床 然後錯過了兩個行程 很不小心放鳥兩個朋友 還有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嚴格來說算放鳥三個朋友 但其實那個朋友剛好今天有放鳥我 所以我覺得好吧那要說 互相囉 然後後面兩個朋友算是 本來越要一起去運動 然後我那個朋友 因為知道我應該還在睡覺 他也沒有出門啦 所以嚴格算也沒有讓他擺燈 說他的尊重 嗯我們的小小風景 我們找他罵客 每次當我一說我好想你 你都不相信 但卻總愛問我 又沒有想你 我不懂的甜甜蜜語 所以一直說好想你 反正說來說去 都只想想想你開心 好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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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неется好玩 不行 不是嘴嘴 好像你 好想你 好像你 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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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一定要介紹誰要來看我才可以唱個影音 打鼓鼓喔 下禮拜見喔 趕緊張喔 下禮拜去復會支持 對 沒錯 支持起來 我的圓結昨天有上戲那個JV的 JV那邊的都很划算 大家可以去家裡 好啦 那今天開幕就到這邊啦 那如果覺得 一有危機還想跟我聊天的話 自己留言可以加我的LINE聊天喔 就這樣 那我們下週六見 掰掰